IC设计大厂犀利KY从去年5月成为台股股王 如今将变更股票面额一拆为4 7月5号是旧股最后交易日 将在7月13号重新上市 到时候股王宝座换谁座 6月比5月可能好一些 新厂可能要明年的第三季末 产品主要还是跟手机相关的 看好下半年这回型手机试况 大力光执行长林恩平在股东会上展现信心 6月以来股价在1700元区间盘旋 稳坐股后地位 外界看好大力光将接棒系列KY 再度重回股王宝座 而另一家IC设计公司信华则成为股后 但是短线上大力光要占用股王的宝座 坦白讲难度是比较高 毕竟大力光它主要的产品线 是落在7P到8P的高阶尽头 但是目前旗舰机种的需求 持续在往下滑又加上通膨的影响 所以基本上整个高阶旗舰机种的销量跟需求 一直到明年中旬以前 预计都不会到太好 看看历年来台国股王最早的是这一家 民国78年国泰金一张股票要200万 创下当时天价 不过一年后股价下跌到200元 衰胜十分之一 紧接着随着电子业起飞 股王依序有华硕 和生堂 威胜 联发科 跟宏达电 时事造股王 从股王们的兴衰 也看得出台湾经济产业的发展史 今新闻吴亚廷刘威廷采访报道